我喜歡的 為了給民眾 對台灣新墓有更多的了解 一個地獄新墓中心 一百空四年度的電燃 在今天正式電營 一個營營也跟現場來參與 新年度的特展開幕儀式 我個人也很期待 今年這個特展 新鮮豐富的東西 可以帶給民眾保育的教育 B就是BioDiversity N就是Network 網路的意思 在關上的斷彈之下 讓大家更加了解生活 以及新墓之間的關聯 並且可以直接透過APP 來接受台灣的新聞 你看他說 整個我們的歷史 整個這個計畫的起源 還有就是我們計畫之間的一些成果 比如我們做一些 開發一些APP 可以透過這個APP 來認識台灣的野生動植物 也可以叫做它的分布的範圍 然後之後你們可以了解 說原來我們這些資料是公開的 民眾怎麼來使用這個資料 就有信物中心 在八年以前 開始建立資料網路 當這個提供資料 並且就專家的分析 在這個電燃裡面 來做典型 那當然在國發會的支持以下 支持之下 我們用了一些 自己的資訊系統 在八年中 我們建立了一些東西 而且我們也結合我們中心 有許多的像公民科學家 各式各樣的活動跟產出 加進去 慢慢使得我們這個網路裡面的資訊 會越來越多 那有這個東西 我們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應用 生態旅遊 小學生要做作業 或者是研究人員要做研究 其實這個都是非常重要的參考資料 所以這個需要 集合大家的力量一起來做 從今天開始 總共維持十五月的電燈時間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 可以稍微來接一地 由信物中心 了解國家座的台灣信物電視 今天我們最喜歡的彩虹報道